再来看到网络直播串红 卖海鲜 卖面膜 什么都能卖 但直播内容问题多 纠纷也不少 民进党立委与宛如 与白丝带关怀协会等单位 就邀请年轻人坐下来讨论 NCC也呼吁直播平台业者 应该要自律 会比政府强制管制来得好 这两年来 网络直播热潮夯 生意好的业者 约营业额破百万没问题 但直播购物纠纷多 有些内容游走法律边缘 NCC呼吁直播平台业者要自律 会比政府介入更适当 已经未犯法律 也可能就会请他下降 那或者是说 有一些屡次犯的直播主 那他们可能呢 会觉得可能就是 他一直犯一直犯错 可能下次就不会 跟他再有那种实用的 这个上下降关系 民进党立委与宛如 白丝带关怀协会等单位 找来年轻人一起坐下来讨论 毕竟直播商机属于网络新兴服务 年轻人用手机平板就能上手 学者担心直播内容分级难以落实 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 有九成五以上 这些直播主都是用行动上网 那然后他们的确就是开直播的 一群年轻朋友 那这当中我们发现 他们在一些个人资料 还有在上网时间 还有在一些版权内容的一些素养 其实是不足的 直播经济窜红 产官学呼吁政府 应该以开放态度面对 尽快协调可行机制 与民间合作才能健全产业发展 新唐人野菜电视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